美国25间军火商下个月将访台 讨论生产无人机跟弹药 只是蔡总统日前才跟美国众院长麦卡锡会面 蔡总统出访引来的竟然是一堆军火商 蓝军怒哄美国简直是战争促成者 美国联手之中的这个政策 使得美国本来从两岸平衡者的角色 变成一个两岸危机的促成者 美国一心想把台湾变豪猪跟刺猬 还要全民拿AK-47步枪 但华盛顿邮报报导 美国国防部泄露出的密件 美方挑明说台湾防空能力脆弱 甚至无法掌握对岸飞弹发射 各界纳闷如果真的如此 美方为何不卖高阶的空用飞弹和武器给台湾 老是卖我们老步枪还武器是为了什么 台湾又是哪里不足啊 我们要成为豪猪或者是刺猬 又哪边要抓一根刺 是不是美国的军火商在炒作呢 把台湾当作凯子无底洞 如果不是的话 蔡总统跟国防部都应该出来严正的驳斥 环台的军演的时候 美军在哪里啊 美国大概不会来吧 他就是给你武器嘛 乌克兰模式最好的一个说明了嘛 而且乌克兰是送的我们还要买 连中共现在也开始打和平台 我们才是台湾的主人 和平应该掌握在我们手里 因为台海情势引发东南亚各国关切 甚至连印尼政府传出近日都拟定 在台35万劳工的撤侨计划 蓝伟红现在全世界就是认为 台湾会被美国搞到开战 各国都会有类似撤侨的计划 其实只有台湾的人 神经线比较大条了 总觉得没有问题 参卖会后两岸情势更加紧绷 除了吸引美方军火商组团来台 台湾人到底能得到什么 记者黄义军王胜台北采访报道